冰岛弗洛杆帮玻璃市今天凌晨一点钟左右 怀疑因遭到鹿龙卷清洗 造成11间屋子被破坏 好几间屋子的屋顶被掀开 瓦片散落一地 18岁的餐馆员工沙哈姿米表示 事发时他被突然掉落的天花板瓦片 割伤左肩和右手腕 另一位当地民众奴鲁也说 事发时他正在睡觉 突然被东西砸中身体 醒来才发现是芯片 吓得他赶紧逃离住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